过年要到了民众开始大扫除 屏东一名邱先生清除了两个木头柜 找林边厢公所清洁队要处理 结果被要求收1000元的清运费 让邱先生觉得不合理 认为平时已经有缴清洁费了 这次想丢两个不算太大型的家具 不但要收费 而且费用还不低 附近居民也提出质疑 出费 怎么说 我不知道那不算大型 之前他丢支了一点点 不然他收400元 你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 应该是没有收钱的吧 除非说很多量这样子 就连民间的回收业者 也觉得这1000元清运费太高 因为一般来说 住家的废弃物数量 会比营业场所少得多 回收厂请清洁对清运一个月也才收600元 而其他县市台中高雄大型家具都是免费回收 但在邻边还有时间限制 在邻边如果想要丢像这样子的废弃家具的话 平常日可需要一车收1000块钱 不论建树 但是如果在过年期间就都不收费 针对平日需要着收轻运费 相公所解释这钱是交给焚化炉 而非公所纳入 但看到有其他县市不用额外付费 邻边湘民却得自掏腰包 难免心里有些不平衡 TVS新闻赵琳玄屏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